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今天QO飞车是更新了新的一个版本 它的话现在这个赛车的话是可以自己组装 我是自己组装了一辆这个车 冷静 而且我给它上了绿色的这个喷漆 果感就非常好看 而且这个轮胎呢 我是特别的新世界这个轮胎 非常不错这个车 而且这个车是四喷 应该其实是个A车左右的级别 那么的话给大家去打一把超能静速 好我们来到是这个月光之城 它这个连这个界面都改了 而且这个车呢 这个车的话你看很多 大家都是在改造这个车 这个车的话我觉得绿油油挺好看 我没有把它强化过这个车 因为不是永久 这个绿色这个车 我觉得你看我后 你看我的我的队友 他也是这个他是粉色 紫粉色紫色 我是绿色 我觉得我更喜欢绿色 这个挺好玩的 我们给大家带来开心就好 不要求拿拿前几面 这一期视频就是开心嘛 当然了 这个车我改造了一下 我感觉 这个轮胎的话 我感觉有点怎么说呢 虽然是好看 但我感觉还是没有平面 大脚车 大脚车是这样子 但没有平面 平面 平面车感觉 那个轮胎感觉实在 但这个轮胎好是好看的 好是好看的 这个是没得说 好吃个吃个超时空吧 好这边 好的 好差一点 哎等一下 差一点卡住了卡住了 不要在这细节卡住了 超时空等一下 我们配合这个飞机使用 飞机飞一下 飞机起飞 飞机起飞 然后超时空点一下 配合这个超时空 我们直接是陈老师第一名 但是很快会被追上 好 这个直接等于说是 送了我们一辆改装的A车吧 但也不算是完全A车 我感觉 直接起飞 有飞机咱们就直接起飞 没毛病 好直接在一个超时空 好的直接 又还没事 第二名还行 还行 开心脚 算我这个是排位赛 没有吃到这个大轮胎 有点难受 没有吃到大轮胎 没关系 这个模式的话 陈老师以后 这个这样子 如果他能改装车 这个游戏的可玩性就高很多了 游戏有很大大的可玩性 因为大家能组装车 以后 QO飞这程老师尽量也会给大家多做一点视频 多做一点视频给大家 对吧 毕竟的话 毕竟是以前的这个 虽然以前专业我是没玩过的 我以前玩的都是跑跑 加速加一下 这边的话飞机起飞一下 好 这边的话 咱们先利用这个超时空 因为他有一个超时空 不用白不用 不用白不用 这边前面有个飞机 我觉得我有可能 可能什么呢 因为我白用了一个超时空 差一点点 好 直接这个飞机 直接起飞 先不要急 然后直接放超时空 来得及 哎呀 第二名 还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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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记录 还不错 那我们团体总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轮胎总体感觉 队友不给力 但我不管 反正我是第二名 队友不给力 我不管 这个车 总体感觉这个轮胎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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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那我们这期视频 给大家做到这边了 这个是打的是排位赛 那喜欢陈老师的视频 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